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CJN Supports 我是卡尔 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赛事分析影片哦 如果你想好讨论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都会尽量回复 今天一样为大家带来的是 英格兰足球超级赛赛事分析 英超第25轮延赛 5月19日凌晨2点30分 纽卡首帘主场对阵布莱顿 两队在过往的交手中 布莱顿是略战上风 但纽卡首帘在去年的主场 是有战胜过布莱顿的 若依照近期的账面表现来看呢 纽卡首帘是无疑比较令人担心的一方 尤其先是在主场输给兵工厂后 又做客刚被李之联绝品 但布莱顿近期的表现也是大起大落 先是1-3输给诺丽汉森林 却又能6-0赢下狼队 接着1-5再输给爱佛顿 在上一轮还是做客3-0取下豪门兵工厂 由此可知呢 布莱顿是非常害怕打防守反击的队伍 刚好纽卡首帘也非常喜欢打防守反击 而且打得都非常快速 布莱顿的传导是比较好 但相对倒角也比较费时 在对方快速的攻势下退防很慢 且上次对战兵工厂时我们在影片提到 布莱顿的左边防线是有隐患的 只是兵工厂自己的右路也是出了问题 导致错失了获得英超冠军的机会 这场比赛将是决定 纽卡首帘以及布莱顿能否稳定前五席次的关键战役 两队的战斗意志可能比上一轮还要来得高 但纽卡首帘的主场仅有输给利物浦和兵工厂 不太认为以传导为主的布莱顿有太多的机会 在客场滤滤捅破纽卡首帘的铜墙铁壁 因此这场我会认为纽卡首帘在主场举胜 推荐是主胜2.5大2比1以及3比1的比数 以及双方进球 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